大家好,我是陶宇老师 今天我们纺织一个钵鱼 一块两块,三块先揉泥 好,泥揉好了,我们现在开始拉变 我记得上学的时候 学一篇课文叫数字笔幼儿森 其贫其负 贫者于,负者于,负者于 无欲至南海,何如 负者于,自何时而亡 于,无一瓶一搏足矣 负者于,无数年来于买兜而下 又未能也,自何时而亡 于,明年,贫者自南海还,一告负者 这个负者很常规 这是钵鱼,一瓶一搏呢 瓶一般都是装水用的 这个钵鱼呢,就是花园用的 咱就今天做个钵鱼 还有一个就是,其贫其负 唐僧不是取经吗 取经,这个唐太宗李世民走的时候 给这个唐僧一个紫金钵鱼 我们中国人对吃还是比较重视的 那啥礼我不送,就说紫金钵鱼 而且,我们见面的时候 就问,吃了吗 所以这个钵鱼还是很有用的 我们今天就反着它 像钵鱼呢,我打算做一个 杜大口小的 就是进来了,不容易跑 还有一个就是,疫情结束以后啊 有可能会用得着 所以尽量做大一点 把底压实了 尽量做大一点 好 这个钵鱼基本上做成了 然后晾干以后呢,明天去洗漱 好,大家 好,现在这个钵鱼的已经晾得差不多了 我们开始去修 这是今天孩子碰了一下 去吧 修的时候还是先把胚扑正 因为这种长口的修胚的时候还比较好修 这次打算修成平足的果鱼 比较大的胚扑正会很爽 让比较大的胚扑正会很爽 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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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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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又刻上 鼠之必有儿生的 天下是有难义乎为之 难者亦亦亦不为亦亦亦难亦 这个等到等到疫情结束后呢 我就可以用它来发家之父 创业走上创业之路 好 今天的紫禁薄语 尼巴薄语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请点赞 谢谢 拜拜